好 来看到是国民党总统三选人韩国的夫人李嘉芬 先前他曾经说过呢 他说这个母语在家学就好 不需要在学校浪费资源 现在针对他说法招人打脸了 打脸他的是网红阿华师 这位阿华师呢 他上来是以流利的英文台语及客家化为出名 粉砖上面更是致力来推广母语教学以及保存 所以他就在粉砖上面说了 根据这个维基百科资料 李嘉芬呢 他是汉族客家人 但是呢 依照李嘉芬他的说法 母语在家学 韩国语夫妻两个女儿韩冰 不但不会说客家话 甚至一口破台语 连爸爸的招牌口号发大才这三个字 台语都说不好 因此阿华师就批评李嘉芬了 自己都做不到事情 凭什么叫别人做 讲台上大开前 总统马英九玩笑共党总统参选人韩国语的太太李嘉芬代夫出席张老师五十周年年会 但表定十分出席却玩到十五分钟 是有一碗动吗 李嘉芬必而不谈 只和马英九简单握手 没有太多互动 李嘉芬近来和劳工分进合集 拉台选情 至此时再提韩国语的学代免息政策 挺在家人不遗余力 但前几天的这一番话却是争议未平 抛出母语在家学 李嘉芬化一处引爆新著名怒火 还有三声道网红 课台语连发 用影片打脸李嘉芬 因为韩国瑜夫妇的女儿韩冰 连台语都说不好 李嘉芬力挺韩国瑜 却惨遭网红打脸 代夫出身究竟是加分还是减分 选民自有判断 记得林俊庭航 CSNG小组台北报道